武昌和汉口是以长江为界 在江南江北 所以你说江南的那种气息 江北的风光 这武汉全有 它跨江南北 汉阳这个名字来得很有意思 因为在中国 你只要听到这地方叫阳 它就在山南水北 如果它叫什么阴 它一定在山北水南 它在江的南边 它才会叫阴 因为它照不到太阳 所以叫阴 但唯独这个汉阳 它在汉水的南边 但是它为什么叫汉阳 我当时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这地儿为什么叫汉阳 为什么不叫汉阴 就是它原来是在水北边 后来汉江改道了 改道以后从南边流过去了 但是它来不及改名了 中国自古江河改道发水经常的 但是这地名不能经常说改一次道 咱改为名 怀阴 怀后也经常改道 但是也不能把怀阴这名字随时就改成怀阳 所以武汉 它其实是一个城市群 你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城市群 你应该把它看成类似于香港深圳 然后再烧上东莞 感觉就是一个这么大一香港 然后过了深圳河 河这边这么大一深圳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全工业的东莞 大概是这种感觉 所以它非常庞大 这么大一年级 都应该是一个闻的东西